大家好 我们今天到外面吃饭 不是在散步 我们是准备去吃饭 但是就在马六甲河边上 大家看到红灯笼这里没有 新开了一个小食中心 游船从身边走过看多近 看多近 一步就能跨到河里面 河水涨起来可以洗洗脚是不是 但是不要发大水 这就是这个美食中心的环境 里面灯火特别的亮 然后外面的又是河景 然后这边是几个商务中心 然后在前面的话 它正门是一个临阵潘酒楼的一个进口 在酒店的后面 酒楼后面 然后这四周就是这档口 档位不是很多 十几家好像 然后这边就是马六甲河 是不是环境特别的优美 在这边看一个真的是吃饭好舒服啊 我们先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有烧鱼的 然后这边是有西式的这个汉堡啊 鸡排啊 这边是有糖水 一些糖水 然后甜甜点 还一些就是小吃 这里还 这里还 这边是洒垫和炒果条 就这样 然后这里是一个香港点心 香港点心 还有这边是 这边是一个鸡饭啊 然后这边是个肠粉 就是这一排的 然后这边是有停车的 大家可以把前面 从前面 酒楼这边进来 车停在这边 然后我们再往另外一边看看啊 这个是个炖汤的 萝卜汤啊 鸡汤啊 是个炖汤 这边是烧肉 然后烧鸡 鸡 鸡饭 叉烧 然后这个是粥的 有各种各样的粥 这里是一个泰式的一个 泰式的一个各种各样的 东英宫啊 什么各式跟泰式分位的 还有这个是马来分位的 鱼饺 鱼饺面 然后这边是板面 也每一家做的也都不一样 这边就是 呃 饮料了 专门做饮料 还有卖酒的 啊 转了一圈 还有这边 还有一个烧烤的 哈哈 今天我们准备点两寸烧烤吃吃 填了一个甜点 莲子 莲子什么 银耳莲啊 莲子这个甜点 烧饭啊 看 料挺足的啊 挺正的啊 这光线有点暗 这桌子看看啊 啊 对这个桌子就是 卷那个电缆的 我远一点给大家看看啊 它这里的桌子要么 这个是卷电缆的 直接加工一下 要么是下面是个桶 柏油桶 汽油桶 然后上面定块木板 哈哈 啊 就地取餐 挺有特色的 中国烧烤 恩也没吃了 中国烧烤 他们态度很好 还要给你介绍一下 羊肉串 十二块钱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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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 个还不错 还可以 这个是 啊 叫什么 培根卷金针菇 四块钱一串 这茄子八块 烤馒头 我们中国是要吃很多 这个烤馒头 烤小馒头 我现在不知道 以前我们在上海的时候 五块钱人民币 五块钱一个啊 对上海我们出来的时候 五块钱一个 你不要说马来西家的蔬菜贵 啊对对 茄子比成本就比上海贵 这个这个茄子 他这是超市买的那种 小馒头 小馒头 刀切刀切小馒头 甜的 然后就尝不出那个 烤馒头那种香味 啊对 让我们那种 山东山东大馒头 高中馒头 就山东呛面馒头 就比较含水分比较少的 比较干的 啊对 那个那个比较好 好吃一点 嗨这边 哈喽 哦我们的炸酥冬 OK 谢谢 25块 25块 啊小份还挺大份的 挺酥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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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不错 真舒服在这边吃饭 这新开的 这个地方是新开 开了大概一个礼拜 或者最多两个礼拜吧 不知道 我们上次来吃都已经 我们前面来吃过一次 真的感觉不错 这边就是什么 景色好 因为这边离市区稍微有 不是很远有一点点路 我们这边都是本地人来吃的 所以价格也比较平 比在机场街那边吃 河边吃要平很多价格 如果来马六甲玩 体验不一样的这种 这种饮食啊 就可以到这边来 又能看河景 你不要说来旅游了 其实很多当地马六甲人 都不一定来马六甲河边 真的是 游客到经常走 当地人都不一定走 那真的是 来体验一下这个马六甲人的生活 我吃个羊肉 羊肉串 肉汁很嫩 一次就是羊肉 就字马八经的羊肉 一次就是羊肉 就是少点什么 少点羊油 因为他给的都是一块块羊肉 都是瘦肉 其实好的 就是我们在中国吃的就是一块肉 肉一块羊油 再一块肉一块羊油 然后把羊油烤的那个焦焦的 就是把羊油逼出来 那个就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香 尝这个烧肉 叉烧烧肉饭 满足 一口叉烧 一口烧肉 两种味道 再加点饭 和它的汤汁混在一起 泰式冬粉 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虾的 用手拿一下 凡自己吃 虾 然后一些海鲜 看还有一些蟹肉棒 蔬菜 挺清爽的 这个菜 还有一些猪肉碎 挺清爽的 这家做的挺正宗 挺正的 这泰式味 闻到那个味道 还刚过来闻到那个味道 挺正的做的泰式 刚刚忘了问老板了 是不是 是个华人 马来西亚华人 是不是泰国 住过 待过 或者什么太太是泰国人 很多的 减餐的价格 就能享受到这个 无敌的美景 就跟那个酒店 然后那些很贵的餐厅 看到的景色是一样的 一家人吃多少钱 简单算一下 一家心里有个底 我太太喝的这一碗 甜汤四块半 这个 二十五块 三十 饮料 一杯咖啡 一杯可乐 五块 三十五 这个 饭 烧肉和叉烧双拼的八块 三十五加 八 四十三 四十三加这个 泰式 泰式的这个冬粉 十块 五十三 还有吗 烧烤二十五 哦 还有个烧烤 二十五 正好 正好八十块钱 哎呦喂 吃的好撑啊 看我们对面就是 马来的就是 一个干棒村 挺干净的 对面对面吃就全是马来 马来马来人的氛围 马来人的氛围 就炸鸡啊 然后 炸鸡 炸鸡 然后 那个汉堡 还有 那个 叫什么 那个汤的 我又忘记了 那个印尼人的那个 叫什么 什么啊 我也叫不出来了 要看到他写的那个字 对对对 以前我们这边没有开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时候为了就是到河边走着走着 我们就会到马来的那马来的同胞那边小到他们做一个也叫一杯咖啡啊 然后叫个鸡饭啊 就这样吃一下 现在有人这边我们就自己就可以到这边来 就感觉选择的余地更多更符合我们自己的选择更符合我们的口味 对 主要是就是说吃东西一种主要是一个环境挺重要的 你环境好你吃什么都香啊 是吧 我觉得华人比较讲的他像这个地下 马来人马来的猫那边就吃 地上都是泥地 泥地 沙地啊 看 然后猫 它能使什么样的就怎么样 对猫啊什么就在 趴在桌上那赶走有的 哈哈哈 挺有意思的 今天这一餐真的吃的有点多啊 最后我全吃完了 哎呀好舒服啊 风吹吹 啊风吹吹 咖啡和和小这个美食吃吃美景看看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看我们这上面其实还有一排很很漂亮的灯笼在这边呢 挂着做装饰真的特别的漂亮 新年就到了 还有一个新年的 啊啊新年了 那我们先祝大家新年新年快乐吧 春节啊新年快乐再是春节快乐是吧 是啊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